那我们先来看一段视频 那在这个视频里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一些精度非常高的这个人物的动画 那它有点类似于我们在保持背景不变的时候 然后去切换人物 而且大家还能看到一种场景 就是我们将人物给它剔除掉了 那这个呢 我们同样是用VACE的Input的技术来实现的 但是这个跟我们之前给大家说的那个效果是完全不一样的 所以说呢 我们其实是用了很多的辅助技术啊 让生成的效果的如此完美 当然我现在唯一没有做的就是没有把它放大 是吧 如果我们放大的话呢 可能效果会更好一些 那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啊 那这个东西要实现的话呢 我们需要有几个关键的部分 那么第一个关键的部分呢 我们叫做生成人物对齐的这种场景 不是叫角色对齐的这个场景 那由于我这个分辨率是832×480 所以说人物的面部不是特别清楚 但是人物的姿态啊 其他的一致性的都非常的棒 你需要知道怎么去生成一个人物在视频里边对应的这种替换的方式 其实这个我们在之前给大家说过啊 但是呢 在这几个的应用的话呢 会更加高级一些 第二个隐含的就是你必须能生成这个人物 大家看一下在同一个镜头里边 其实我们有各种各样的这个人物 但是这个人物的话呢 他其实呢 都是一样的 就一致性的这个人物 大家能看到吗 所以说呢 这个隐含着一个生徒的环节啊 还有一个呢 就是大家需要会去除这个沙滩当中的这个人物 扩展上来讲就是你能去除视频当中的物体 这个也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那到底怎么来做呢 下边呢 我们就一步一步给大家解析一下 那为了运行的速度呢 我还是在Running Hub上来运行整个的工作流 当然不是一个啊 是大概四五个这个样子 那大家可以通过Running Hub.AI来访问这个平台 然后点击左侧的工作台 就可以新建和导入你的工作流了 那首先呢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参考视频 那这个就是我的参考视频 它是一个美女在沙滩上行斗子 这样一个场景 那我之所以选用这样一个视频作为参考视频 是因为它既有镜头的运动 也有后边背景的这种切换 那包含的这种元素更加的多元化一些 那我在展示的时候呢 可能能展示给大家的也就更加的清楚 那下边呢 我们先看第一个工作流 就是生成人物 这个呢我们之前已经给大家说过了啊 而且呢我发布过这个工作流 我们用到的是ACE技术 所以我经常调侃说这期视频用的是 ACE技术加上VACE技术 结合生成高质量的视频 那大家看一下 我们首先把这个视频给它加载过来 然后我们取得第一针 原来我们是上传一个图片 是吧 现在我们就取得第一针 然后呢我们传一个人物 这就是输入的部分 那我用的是Flux Fill 大家看一下啊 所以说这是模型输入的部分 同样我这用了Tcache 用了这个插分网络 是吧 那这个就不用说了啊 然后下边呢 是这个数据处理的部分 数据处理呢 主要是进行一些缩放 然后呢取得相应的遮罩 因为是VCE嘛 所以说呢我们要取得各种各样的这个遮罩啊 包括原图的参考图的 然后呢我们会利用这个深度图 做一个CountryNet的控制 来保证视频人物的动作 和这个参考图片啊 它是对齐的 这用了Flux Fill的Impact 同时我用了Redux 好 下边呢我们就来跑一下 你注意啊 后边呢 我有一个面部修复的环节 这个你愿意修复就修复啊 不愿意修复就算了 其实呢我们这个分辨率不是太高啊 修复之后其实不是特别的明显 这个就看你个人喜好 你可以把它打开 也可以把它关上 当然如果你要是把它关上的话 把这个数据处理啊 Face Mask这个部分也给它关了 那我们现在为了速度呢 就把它全关了啊 先把我们跑一下吧 大家看一下啊 这样我把这张图片给它preview一下 它跑的时候呢 我们就知道啊 各个环节都是干嘛的了 好 下边呢我们是取到第一张 然后在这呢 我们先进行遮罩处理 你注意我先把这个参考图片的遮罩取出来 然后构建一个上下纹的环境 这是参考图片 这是重绘区域 然后呢我们这进行采样处理 就可以生成我们想要的那个效果了 因为我这有Redux 但是我这设定的是3 所以说呢 它和参考的这个角色可能还有一定的差异 如果你想让它更像的话呢 你可以把它调的再小一点 然后我这有CounterNet 对吧 来保证它的姿势是对齐的 大家看一下我们现在就得到了一个美女的图片 你注意它的衣服呢 其实跟我们的参考图片有点像 但是呢并不是完全一样啊 如果你想让它更像一点的话呢 你可以把这给调整一下 那我这给大家做一个极端的示例啊 我们就当闹着玩啊 我这调成1 就是很像 然后这呢我用的是Nearest Exact 然后这我用的是Auto Crop With Mask 那这样的话呢它会特别的像 由于这有Mask 所以说这可以选Auto Crop With Mask啊 那我们再来跑一遍 大家看一下啊 就这个就更像了 能看出来吗 下面呢我们就可以切换不同的人物 注意啊 切的这个人物的话 我们还是建议大家呢 要分辨率高一些啊 差不多点 我们可以再找一个试一下吧 比方这个 大家看一下啊 然后我们再跑一遍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人物也比较像 对吧 你和一和这个参考人物去对比一下 当然的全身半身 这个没有关系啊 你可以是全身 也可以是半身 比方我们来一个这个 大家看一下啊 这个也没有关系啊 而且你说他不太清楚 这个也没事啊 回头修复视频的时候呢 他会自动处理这些细节 你唯一要注意的 就是这个工作流 成败的关键是在这儿 你这个遮罩一定要选的对啊 所以说选这个图呢 你要主观上感觉一下 能不能把这个图非常好的 给它进行分割出来 比方说像这种 我们不太建议大家去选啊 你看上很漂亮啊 但是你一跑的话呢 可能就会出问题 我们试一个 来大家看一下啊 现在他这个 他这个遮罩就很诡异啊 就是 他不是个正常的 这个遮罩的方式 然后出来这个效果 我不太清楚是什么样的啊 还可以啊 但是我们不太建议大家用这种 你可能自个儿也能感觉出来 是吧 这个遮罩的确是有问题的啊 所以说呢 你注意啊 这个工作流成败的关键就在这儿 你在选这个图片的时候呢 脑子里边要有这根弦 好 那这就是我们说的第一个工作流 下半边我们看第二个工作流 这个工作流就是我们上一个视频 给大家讲的这个工作流 但是稍微有一些变化啊 用的是VACE的IMPINT技术 那这儿呢 我有些常数设置 加载视频 然后进行Resize 然后获取它的真评 这是输入的部分 模型的话呢 同样是主模型 加载的时候 然后我们用了Oture块 这个是K神提供的一种加载方式 我们既用了这个1.3B的VACE 同时也用了这个1.3B的T2V 所以说这个加载模式有点像Laura 我们在上一个视频里边也给大家说过 然后呢 再往下边是这个数据处理的部分 数据处理的部分呢 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的提示词 提示词呢 我用的是LTXV Prompt Enhancer 然后来生成了一段提示词 这个是参照原视频来生成的 然后呢 我们在分割人物的时候 由于它是一个视频啊 所以说呢 我们用了一个Point Editor 让它非常好的 能够分割视频当中的 补间针里边的边界 让出来的这个遮罩更加的顺畅 关于它的基本操作呢 我们在上一个视频里边也给大家说过 如果你不清楚的话 可以去看一下这个视频 然后呢 是这个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 因为它最终呢 是生成了一个叫 叫Inbided Reference 其实就是基于参考图片的 一个嵌入式向量 这个向量呢 回头会放到这个地方 Image Inbid 大家看一下啊 所以说呢 采样的时候 它怎么去参考这张图片呢 主要是靠这儿 是吧 那我们就看这儿是怎么生成的 这个跟上级课稍微有些不同 我上级课呢 有一些这个检测手 然后把它去掉 是因为那个人物跟原始人物 对齐的不够准确啊 但是这个很准确 因为这个我们是用视频的第一针来生成的一个参考人物 它的姿势 景别和这个视频呢 都是完全一样的 所以说呢 我们并不需要特别多的辅助操作 所以说我们只需要把它resize一下 把背景去了就可以了 就得到了这样一张图片 经过我们这个OneVidue VacIncode啊 拿到了这个向量 然后进行采样 我这儿用了一些技术啊 首先呢 用了InhanceVidue 然后用了SRJ 对吧 跳过层 而且我跳过的第九层 第十层 这个我们在之前的视频里边 都是这样去设置的 然后呢 进行解码啊 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这个效果就非常棒 当然当你切换不同图片的时候 得到的效果呢 就是不一样的 那用这种方法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生成 各种各样的这个人物的视频 然后下边呢 就是我们在视力里边有一个 完全没有人物 只有海滩的这个东西 这个是怎么做的呢 这个也是用VC去做的啊 所以说呢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呢 你需要有一个引导图片 就像这个一样 你需要有一个空的海滩的图片 那这个怎么去做呢 我们是用Flux的Fill 直接用Input技术去生成的 好 下边呢 我们看一下 首先呢 我们将这个视频的第一针 给它放过来 然后呢 我们给它编辑了一个遮罩 大家注意啊 这个遮罩编辑非常有讲究 那这个原则是什么 如果你想删除一个图片里面的物体的话呢 这个遮罩呢 你要图的完全和这个物体没有关系 你听明白这句话啊 很多人在用FluxInput 去改变人物的时候 好改变 删除人物的时候 他发现他怎么删 这个人物都存在 那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因为你这个遮罩的形态 有的人用这个Sigment Enything也好 或者其他的技术也好 你把这个人物的轮廓给他弄出来 然后用这个轮廓去Impact 由于这个轮廓就特别像一个人啊 所以他怎么都去不掉 这儿这个技巧就是你图的啊 他越不像一个人越好 然后你注意提示词呢 也有一些讲究 那我看这个提示词 我是怎么写的 这个呢 我是把这张图片啊 扔到这个提示词生成器里边生成的一个提示词 然后你要注意啊 这个提示词的核心呢 一定要指明这是一个无人的空海滩 其他的都无所谓 一旦你说明这种情况 那你看最终我们得到这个图片 这个我们跑一下吧 现在开始加载模型 采样的时间生成图片还是比较快的啊 大家看一下啊 这就是一个空的海滩的图片 非常的漂亮 一旦有它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啊 说我们今天啊 唯一算是一个新的工作流 是什么呢 就是去除视频当中的物体 其实用的也是VACE的impact啊 我们来看一下 大家看这个结构 跟刚才生成人物那个是一样的 哪不同呢 你要注意有这么几个点不同 首先提示词 这个跟我生成空海滩的提示词是一样的 第二个就是这个引导的视频不是人物了 是一个空的海滩图片 所以说呢 在这也没有什么呀 去背的这个操作 就直接拿过来用就可以了 另外就是这个遮罩 也不用那么麻烦啊 大家看一下我是用什么来生成的这个遮罩呢 用的是Florence里边的caption to phrase grounding啊 这个东西 然后我添了这个提示词 那它出来的结果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bounding box 大家看一下 因为我们其实并不需要知道这个人物具体的轮廓 这样的话效率更高 是吧 完了之后呢 我们再去生成 你会发现我们就会得到这样的一个视频 就空的海滩 然后剩下的其实就是剪辑了 那你需要把这个不同人物的 然后在不同的针上面进行融合 做人物的切换 那最终的效果呢 就是这个样子 剪辑的手法你可以自己来做啊 怎么做都行 总体来说呢 还是一个不错的效果 好 今天呢 我们就说这么多 还等什么 赶紧自己试一下吧 关注我做一个懂爱的人 感谢观看